11月7号 以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为主题的 辽宁沿海经济带政协研讨会在大连举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93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宏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政协主席夏德仁主持会议并讲话 邵宏希望辽宁要深入研究承接落实国家相关规划政策 形成长期系统稳定的发展机制 要坚持创新引领 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支持共建国家级创新研发平台 把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和人才政策用好用足 为海洋经济和辽宁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新动能 尚福林指出 中央高度重视发展辽宁沿海经济带 希望辽宁沿海经济带抢抓重大战略机遇 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为抓手 充分激发国有企业活力 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抓手 为民营经济充分发展 吃长效定心丸 把现代信用体系建设放到重要位置 大力营造良好信用环境 夏德仁指出 要以新气象 新担当新作为 落实好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战略 形成对国家重大战略的坚强支撑 进一步创新思路 汇聚力量 突出特色 增创优势 高质量培育和发展海洋经济新动能 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 更好服务共建一带一路 优化港口资源配置与布局 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打造与海洋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管理体制 高度重视海洋生态保护 推进辽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省委常委 大连市委书记谭作军致辞 省政协副主席刚瑞主持研讨会第一阶段